大家好,我是乔宁 浇盐用途广泛 比如说精盐杏包菇 精盐油炸大虾 今天我会分享两个内容 影片可能有点长 因为浇完了浇盐 大家不知道怎么使用 所以只能一次分享 做咸菜就是我们台湾的白萝卜干 这是晒了三天的 现在就放在清水里清洗干净 需要泡发 萝卜干是先腌再晒 晒到非常干 然后拿回来清洗干净 耗发两个半小时 如果你是做生意的 这个配方一定要收藏 因为这里买不到胡椒 我们只能用大红袍的花椒 大红袍就是红红的外壳 用50克花椒放在锅里小火炒 这是30克小茴香 这两者互补 花椒麻麻的茴香就非常的香 一定要用蒸小火 千万千万不要炒糊 炒到红红的颜色 千万不要黑黑的颜色 一搓浓碎 这样就差不多 就可以把小茴香加下去 小茴香颗粒比较容易熟 所以要火候再小一点 如果你掌握不住 你可以炒几分钟 关火再炒一下 加上十几颗丁香 如果你没有丁香可以不加 丁香也是起到麻麻的作用 丁香是中药 可以去牙痛 如果你牙齿有一个丁香 牙就不痛了 但是丁香不弄用的太多 小茴香就差不多了 一掐两瓣这就好了 这些都是中药材 如果你手腕痛就可以炒热放在上面 用毛巾包起来 会治疗一些关节的疼痛 小毛病会好起来 这是白芝麻 白芝麻黑芝麻都可以 我两种加在一起 一共用了60克 如果是生的芝麻 提前洗一下 晾干再炒 你完全用白芝麻 或者完全用黑芝麻都可以 还是小火 把芝麻放下去 芝麻是不吃火的 基本上分分钟就熟了 一捏 就这样 这就可以了 关火 放在边边上慢慢凉透 换上小葵锅 加上80克细盐 如果你能吃咸 就加上100克 蒸小火慢慢的炒 这个是个慢火 因为盐巴很细 如果大火就会冒烟 你看放大镜头 细细的小盐力 非常的清楚 如果你不炒 盐就会粘成一坨 炒到 粒粒分明 盐巴有一点点微黄 就这样 马上可以流动下去就好了 炒的香料 要凉透一下才能擀 如果趁热擀不太好擀 所以凉一下 马上就能擀好 擀之前把案板上 铺上一块蒸笼纸 比较卫生干净 因为我们的板常常有些菜 时常有些问题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又有人说 可不可以用机器打 因为还有加上盐 用机器打就变粉末了 这是我擀了20分钟的样子 这样也够细了吧 跟炒好的盐加在一起 再用中小火慢慢的炒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锅里慢慢的有冒烟的感觉 我们在擀这过程中 因为里面有芝麻 芝麻在擀的时候又会变湿 所以一定在炒 现在你看这个椒盐多清楚 所以胡椒盐 花椒盐 都是这样做出来的 你看粒粒分明 白白的小盐粒 多清楚 但是你要有耐心 像我这样慢慢的擀花椒 擀得很细 如果您看到这里 这就是所有的程序 不管你用做胡椒的还是麻椒 就是这样做 没错 好了 慢慢的放凉 看看 萝卜干发了两个半小时 都快发满盆了 本来可以剁成两只泳片 比较轻松 想想大家前程里说 胡椒盐怎么使用啊 那么 就把传统的山东人 如何用胡椒盐来做小咸菜 完整的展示给大家 白萝卜干泡了两个小时 一定要再洗好几遍 洗到水清澈 尽量的断干水分 断的越干越好 如果你泡四五个小时 就要再稍微晒一下 因为我们不要泡的那么 就像现切的一样 如果泡的太重 后面的料汁 萝卜干就不会吸收 就不会那么的脆 萝卜干都断干水分了 我们现在来准备 这是200克醋 50克酱油 看我一点点加 是下面小磅冲哦 再250克左右就好 看都不会刚刚好多了 两克 锅里小火加热 我加了45克糖 因为一勺综合是15克 只要糖化开 要用小火 不然会冒出来 腌萝卜干 最好不要放在塑胶盆 也不要放在铁盆里 就放在大的桃锅里 料汁已经好了 只要冒泡就可以了 可以先尝一块味道怎么样 好了 关火慢慢的凉透 味道很好 我是有迷迭香和香叶比较方便 如果你没油 这些就可以省略 你愿意吃其他的 别的味道也可以加 比如说大蒜 大葱都可以 我今天只会加了这三种 还有小辣椒 这个就不用油炸 因为香叶本身就甜甜的 黏黏的 我们会用油泼一下 我今天做的这一个咸菜 是马上会吃掉 短多三两天 因为新竹的小婶 特别喜欢吃这一口 你看香叶 香叶就是这样黏黏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生吃过香叶 香叶是拉丝很甜 焦盐完全凉透了 你看粒粒分明 我们要的就是这样的就可以了 近距离看看 所以不能用机器打 这里边先加上这些 先不要太咸了 剩下的马上装起来 因为后面还要教大家做炊萝卜的咸菜 看这个焦盐 这样做就是非常成功的 请大家收藏吧 先搅拌一下 这个时候搅拌均匀了 基本上每一块都能粘到 椒盐 就可以尝一尝咸淡 我比较吃淡 如果你吃味精鸡精 可以加一点会更好吃 今天这一盆的比例是 醋200克 酱油50克 糖45克 这盆萝卜干的重量是1700克 就是泡好了我钻干了 现在的重量 这里大家如果要做小咸菜萝卜干 可以用这个比例差不多 如果你觉得咸或者淡 适量的再加椒盐 根据你自己家的口味 马上就可以尝一尝 非常非常的好吃 如果腌个三到五天会更好吃 刚才还忘了 开始几个小辣椒 这三种的口味 根据你家的口味 如果不吃辣的也可以不加 第一次教大家这样用香叶 其实香叶不一定光放在锅里用油炸 就这样吃泼出了甜甜的味道更好吃 油开了就可以泼下去 油不需要太多 就像炒菜的那样就差不多 激发出的香味满屋飘香 但是这个不适合干的香叶 再说一遍没有香叶和迷迭香就可以不吃 挺挺太脆了吧 我家香叶还是少一点的 这样一吃只有甜甜的味道 不是那么正 你看香叶跟迷迭香 我可能再采几片叶子 再放里面会更好吃一点 充分的搅拌均匀 晚餐就可以来喝稀饭 马上吃都非常的好吃 非常的脆 你来找我20万 我洗米洗米做个稀饭给你喝好不好 给你冒个泡 大家想你 好乖哦 这就是椒盐的用途 其中的一种小咸菜 配晚餐 配早餐 配油条 但是配稀饭是最佳搭档 过了三个小时了 这个小咸菜会更脆的 能腌制到明天 早上起来会特别特别的脆 大家听见了没 快快动手吧 小娘今天手把手的教你们如何做椒盐 是不是很简单很简单 知道大家想椒盐想了很久了 因为要过年了 椒盐的用途很广泛 就做椒盐虾吧 就做椒盐杏包菇吧 觉得有用要分享大家哦 好了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咯